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我是你们的讲师Kin 上节课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了我们Cookie的常用操作 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实战来带着大家看一下我们Cookie在实际开发中我们怎么来用 好,那就拿我们之前举过的例子向我们的京东 当我们看到第一次访问京东的时候 如果你没登录的话 它会显示你好请登录 来看一下 你好请登录 这是我之前有Cookie啊 我把它删掉啊 我可以清空一下 隐私 全部移除 你看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是这样 你好请登录 那接着当我们登录之后 登录的时候又分为两种 你看第一种 QQ.com写上你的账号 再写上我的密码 写上我们的密码 接着我没有点自动登录 看好了这个复选空是没有选的 一点登录 成功 成功之后当我们把它关掉之后来看 我们再来 再登录京东的时候看一下 京东.com 在这一块呢 还会出现 你好请登录 那所以说看到了这样一个用户名啊 但是即使你操作的时候 你看到还是没有登录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没有点自动登录 但是为什么还能看到这个名字呢 其实这块就是 Cookie中保存了这样一个昵称 没有清掉而已 我们也可以来实现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一下 那如果是 我们再登录的时候 我选上自动登录了 你看一下 当我选上自动登录之后 我把浏览器再关掉 接着我再登录的时候 好 京东.com 现在是不是直接就出现 小小宝 KingHS 这样的效果 那其实呢 这就分为两种情况了 我们可以通过Cookie 就来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那在这呢 来看一下我们简单的 来写一个 Cookie登录的这样一个案例 login 在这块呢 我们先来一个index.plp index.plp中也比较简单 如果你没登录的状态下 应该是 你好 接着请登录 来一个超链接 写线A HRIEF 写成一个login.plp 对吧 应该出现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登录的状态下 是不是应该出现的是 你好 加上你这个名字呀 加上这个名字 而且呢 如果你这个有昵称的话 前面可以显示一个nickname 还可以显示你的这个 昵称 对吧 如果你cookie中有的话 会显示你这个昵称 先是大体是这样一个效果 大体是这样一个效果 那这一块和这个名字 假如说 king 小小宝 king 或者就小小宝吧 对吧 他们两个 如果登录的状态下 只会出现它 没登录的状态下 可能出现请登录 你好请登录 或者是 你前面有个昵称 假如说我的昵称就叫小小宝 这样的效果 你好 请登录 这样的形式 好那接着再来一个登录页面 我们把其他的关掉 再来一个登录页面 比较简单 login 我快速写一个 he 登录页面 就来一个用户名 一个密码就可以了 td用户名 input text 起一个名字 username 再来一个密码 其他的我们就不用了 input text password 好 接着呢 还有一个 td cospan 等于2 有一个复选框 假如我们来一个 一周内自动登录 techbox 其个名字 我们叫 autologin gin value呢 给它一个 如果选它的话 只是1 一周内 自动登录 这样的效果 再来一个 登录的按钮 input submit 登录 少签了一个表单 for 提交到doaction.plp 好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个登录 比较简单 来点钥匙 border 1 宽度 80 bgcolor -abcdef cell padding 0 cell spacing 也是0 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 来一个dologin 来处理 dologin 那我们也实现一下 像类似京东的 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再来一个 数据表吧 来一个date.circle date.circle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 数据表 数据表就三个 我们来个user表 create.table user 简单写 就这几个字段 id nt send auto increment key 再来一个 username vx 20 not unique 再来一个 kknit password 写上一个 vx x 32 not not default 可以是一个空 好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像这个表中 假如我们就不来注册了 直接插入一个吧 insert表明 user表 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nickname values 写上一个 用户名是king 密码呢 是 md5的 king 接着 你一称 就写个小小宝 当然呢 你也可以用我们的用户名 当做我们的nickname 也可以 那我们就不要这个nickname了 就使用我们的用户名吧 就使用我们的用户名 好 也可以 当然这个自己来设计啊 来我们插入一个 有错 多了一个 好成功 那我们就用这个表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 在do logi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试验一下 首先呢 我们来 是不是要得到一下 我们的信息啊 dollar username 对 到着小线post过来的 user name 接着呢 再往下 dollar password 对 md5的 到着小线post过来的 password 密码 接收一下信息 再来连接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简单的通过买次块 来连一下吧 connect localhost root 密码也是root 打开我们的 my 词 接着 mysquare side 我就直接写了 简单写 xside utf8 到了link 好 接着写一个 serk mysquare reel escape serk stream 到了user name 这样的效果 接着通过mysquare cord 到了circle 到了result 查询的结果 那接着判断一下 if到了result 如果有值 如果有值 并且 mysquare affect rose 等于等一 查到了异常记录 是不是代表成功呀 else 代表登录失败 我们直接exit 弹出一个script吧 加跳转 alert 登录 失败 location.hief 跳转到登录一面 login.prp 那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也是 让它跳转到什么呀 对 首页 登录成功 跳转到index.prp 在这之前 如果成功的话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 设置一下cookie 在设置的时候 来看一下 首先分为两种情况 我们一种一种来写 叫test r.com login 对吧 index.prp 小小宝 您好 请登录小小宝 这是假的 那接着 在登录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个 写个用户名 写个密码 如果选了一周内自动登录的话 一点登录 一周之内 你是不是都不用输入用户名密码吧 除非你点了一下这个退出之后 你还需要重新的再来输入 那其实点了这个退出 是不是相当于销毁了我们的cookie 对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如果你没选它的话 登录之后 只要我们不关闭浏览器 是不是 你再访问其他一面 应该也可以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 如果关闭之后 还需要重新再来登录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接着 如果登录成功之后 在这儿我们来设置一下cookie set cookie 首先设置一下 来个标志 是否设置一个用户名 应该是dollar username 过期时间呢 我们也可以来设定一下 对吧 过期时间这一块 分为两种 一种呢 是你选了 假如说我们叫exp time 你选了这个自动登录 一种是没选 对吧 那接着再往下 还设置一个标志 如果登录成功 来一个a字login 给它一个值 1代表登录成功了 exp的time 也设定了一下 我们的过期时间 那还有 在这块 我们还要接受一下 你是否选了这个 auto login 到了小眼post过来的 auto login 如果选的话 它的值是一个1 整形 anti 好 你去转换一下 在这儿呢 我就可以判断一下 如果auto login 有值的话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它一周内 自动都不用填写 用户名和密码啊 除非我们点了这个 退出了 那这时候设定一下 那这时候设定一下它的过期时间 那这时候设定一下它的过期时间 是不是应该是24乘以7 7乘24乘以个60乘60啊 这么多秒 那否则的话 我把它的过期时间 如果没选的话 就设置成0就可以了 设置成0就可以了 那接着来看一下 那接着来看一下 $set cookie 如果你有了这个auto login 一周内 我们都可以不让它登录 exp的time 这是如果登录成功的情况下 我们来设置这个cookie 那有了这个cookie之后 我们再回到首页这一块 那现在先不考虑前面这个小小宝啊 我们来看 在这里边 你应该有一个 如果登录成功 这块就不应该出现请登录了 应该出现你好什么名字 那现在就可以加一个判断了 把它拿过来 你好 之后出现的内容 我们可以写一个pp 来判断一下 if如果是什么呀 如果empted 你要没选这个 $auto $小线cookie中的 auto login 如果它没有值的话 这时候我们再来判断 是否你已经做了登录 判断一下 if如果empted $小线cookie中的 is login 或者是empted 到了小线cookie中的username 它们两个有任何一个不成立 我们是不是应该出现 你好请登录啊 对吧 输出一个超链接 写线a 请登录 href 跳转到login.php 那else呢 请登录 对吧 else我们可以出现一个 欢迎您 echo一个 欢迎您 这已经出现您好了 加上我们的用户名是不是就可以了 $cookie中的 user name 表示一个探号探号探号吧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是有他的话 出现您好 没有他的话 如果没有选择自动登录的话 我们再来判断是否已经登录 那接着在这里边判断一下 如果他为空 或者说用户名为空的话 我们出现一个请登录 那否则的话 是不是可以出现一个 他呀 else在这 也可以再加上一个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这个写的 有点重复 有点重复 那我们可以直接来 可以用一个判断 用一个判断 把它拿过来 都放到这就可以了 或者 这就可以了 不用加两判断 一个就可以 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当第一次我们访问的时候 访问index login下的index 你看 您好 请登录 我们就简单模拟 接着点一下请登录 在这我们写一个 KING 密码也是KING 我没有选 一周内自动登录 来点登录 永不记住啊 跳转到 doaction.php username的给谁 post login master.post dologin do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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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块写的是 doaction 没问题 这写的叫dologin doaction啊 好 重新再来啊 第一次当我们访问的时候 来看一下 index index 请登录 对吧 接着我写一个king 密码也是king 第一次没有选它 点登录 写错了 少了一个link mysquare query doll link 对吧 再来一个header 好 来看 还是跳回来了 我们再写 index 它会告诉你 请登录 king king 登录 登录成功 跳转到 你好 king 接着 这第一次 我没有选一个 自动登录啊 我把它关掉 看好了 再来 直接访问index 的peerp的时候 现在应该出现的是什么呀 请登录吧 index 你好 请登录 这样的效果 那你看 我们再来登录一次 king 如果登录成功 我把它也选上 在这儿 如果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再来一个 退出 再加一个退出吧 退出 hieflogout 好 放到这儿 没关系 当我们第二次登录的时候 我选上了一周内 自动登录 再点登录 看好了 登录成功 你好 请登录 在这块 这个有点问题啊 这个条件 有点问题 如果它有值了 AutoLogin 我们设定的 我们设定的 来看一下 AutoLogin Login 有值 设定它的值为一 Exp time 我们来打印一下 在这里边 把 淡了一下 到了小型 我写 cookie 我写 cookie 刷新 诶 是一个空的 证明没有设置成功 set cookie 我没有写 我没有写 tine 加上它 重新来 请登录 king 登录 成功 那现在你看到 这是对的 刚才烧写了一个时间戳 现在已经成功了 出现了一个team 还有一个退出 没问题 这个cookie中有值 当我把它关闭之后 我们说了一周内 你都不用输入用户面和密码了 那现在看一下 当我们再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还是出现 您好 test2.com index 是不是还应该出现这个 只要你不点退出 一周内你都不用输入这个用户名 和密码进行登录了 那当我们要点了这个退出 是不是应该跳转到 哪儿啊 来一个lock out 相当于我们要清除这个cookie 所以说在这我们set一个cookie 首先username把它清除成空 当前时间戳减一 还有呢 setcookie islogin 也是空 当前时间戳减一 还有一个setcookie autologin 空 time减一 再把它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index.plp 或者你输出一个退出成功 it 把它拿过来就可以了 不用再写了 再跳转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或者index.plp都可以 index 退出成功 好 来试验一下 刷新 还有接着点退出 退出成功 又是您好 请登录 我们就不打印一个cookie了 不打印了 在这儿呢 输出一个hider 那现在呢 我们就简单模拟了一下 我们京东这样一个登录的一个过程 自动登录的一个过程 来看一下 请登录 king king 我选上它 一点登录 成功 你好king 接着我把它关掉之后 再来访问 还是它 当我点退出之后 你看现在又变成请登录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请登录 好那有的时候 你看到京东的时候 在前面 当我们点退出之后 没有点退出 直接关了 它是不是应该也显示出什么呀 在前面也显示出 你的这个移称了 其实呢 就是在sitcookie的时候 多了一个选项 看好了 当你点退出的时候 再把它清掉 看这儿 多设置一个 sitcookie nick name 值呢也是 到了username exp的time 设置成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假如说我把它规定 保存一个月吧 这个我就直接写了 time 加上一个 30 乘以 3600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接着在前面呢 我们就可以读取一下 判断一下啊 if 如果它有值的话 dollar 是要先cookie 中的 nick name 有值 我们在这就输出一下 就echo一下 到了 nick cookie下当 nick name 好 来看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我们试掉nick name吧 没问题 再来 重新跑最后一遍啊 推出 重新的 我们来登录一次 请登录 king king 接着 我没有选它 点了登录 登录成功 king 接着一个 你好 king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我把游览器关掉了 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没有登录了 对吧 因为我没有选自动登录 那再一次 你访问这个index的 pip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样的效果 你看 king 你好 请登录 这样的形式 当你登录之后 我们再写 king king 一周内自动登录 点登录 好 成功 接着我点退出 现在还会出现 king 你好 请登录 是不是和京东的 就一样了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样一个实战的小模块 登录的一个模块 来按照老师的思路 把它试试成功 来应用一下 我们这个cookie 好 那这点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